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甲活塞面積是20平方公分 就是A甲 這是20平方公分 然後砝碼的重量是200克重 上面放200克重砝碼 W甲是200克重 現在乙活塞面積是10平方公分 這面積A乙是等於10平方公分 然後上面放50克重砝碼 這繞綠乙等於50克重 他說落活塞的重量不計 這個重量不計 當兩者中間的活栓 這個活栓 把它打開以後 水會往哪邊流 我們現在就比較等高的壓力 這兩點的壓力 如果這點壓力比它高的話 代表這邊的壓力比它大 它往那邊推 如果這點壓力比它高的話 代表這點壓力比它大 它就往那邊推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點壓力比它高的話 就是那個 200除以這個面積 就是這個P甲 這是等於200公克 200克重 除以多少呢 20平方公分 這克重 平方公分 所以壓力比它高的話 這10克重 10克重 每平方公分 好 那這邊呢 這裡是P甲 我們現在來看這裡P P乙頂的多少 P乙就是這裡壓力 再加這一段的壓力 這點壓力多少呢 就是等於50 除以10 除以10 單位我們就省略了 加多少呢 加這一段水座壓力 這個水座高度多少 因為這15嘛 減10 所以這裡高度是5 DH 單位是克重 每平方公分 密度是1 乘以H 乘以H H是5 所以單位是克重 每平方公分 這單位也一樣 克重每平方公分 所以5加5的話等於10 10克重 每平方公分 就這兩點壓力一樣 那代表 這兩點壓力也會一樣 你把這個核酸 拿掉以後 他們壓力一樣就靜止在那邊 所以這核酸不會動 不是啦 這個東西不會動 水的話不會移動 很正常 的核酸 上 這次的核酸 一個核酸